大家好 今次是政治課程的廣告特輯 政治課程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兩年我什麼都不做 我最主要是贊死政治 主思合說 政治課程就是 政治課程就是 我們的一個核心 一個核心的觀念 今次我們會做一個比較好心 比心十倍 你將心十倍的東西 就負責將它變成淺 一百倍 大家可以明白 所以是一個很概念化的 一個課程 你大概講解一下 不知應該怎麼說 我想我們課程大概有四部分 和之前是非常之不同的 因為我們講到 軟實力、硬實力、國際關係的事情 我們今次都會講共同體 但共同體 我們會講得更多的是 大家會日常生活化一點 當然它的概念 但不會那麼抽象 你怎樣去生存、學習 去模仿別人的行為 這些都是一個共同體構成的部分 我們最簡單去講 就是兩個人現在做節目 都是共同體 在亞洲電視的brand下 由最小的共同體講到最大 是一個國家 可能是一個共產國際 都會涉及到這些話題 第二 我們之前講過 硬實力、硬權力、軟權力、金權力 但我們再加多一個部分 就是講 這些事情永遠都會存在 它有一個轉移 輸出和權力 會有消散 所以大家聽到是挺深的 但問題就是 我們會把這件事 令到一個很深的概念 令到很淺很出出 當你掌握了這個概念 之後 你分析一件事 就會更加容易 更加厲害 第三部分 就是講權力和能量 這類的東西 經常會容易混淆 例如我們講法性 就是強迫人做一件事 或者你去 一種的能力去處理一些事情 但你權力是兩件事 你有公權力 有私權力 這就是第三個大的課題 最後一個課題 應該是暫時來說 最難解說的 就是關於慣性和路徑 因為我們去做一件事 例如說 我們建立一個政治的團體 如果我們沒有一些秩序 沒有一些規章 我們這個團體是很難維持下去的 而基本上我們可以說 建立一個團體或秩序 的目標都是建立一個慣性 如果說得大一點就是一個路徑 就是一個道路徑 大家可以走下去 而慣性是比較自然一些 路徑人為 而這件事 我們去探討的 因為這就是政治秩序 最根本的一件事 就是你那個慣性可以維持多久 而那個慣性面對崩解的時候 那大家是怎樣去自處呢 因為我們現在剛剛面對的世界 經歷了Governiteen和俄烏戰爭 就是一個這樣 黃剛解流禮崩樂壞的一個前奏 我想大家讀完這個課程 政治是什麼 會有一個更加深入的一個理解 而你去面對這些 秩序崩解的時候 或多或少 我們都會有一個機會 去建立一個新的秩序 即是不論你是參與國家大事 或是你作為一個小的共同體 你可能帶著你的家庭 和幾個家庭大家共同去生活的話 你都要面對這些問題 即是怎樣安排一個 大家合理的林理制度 即是說到好像很遙遠 但我想你在未來 五至十年 那你都要面對這個抉擇 即是你是選擇移民 或者你要回到內地 你都需要擁有一個新的共同體的生活裡面 那這些事情我想和大家非常接近 尤其是俄烏戰爭這場仗 所以這個課程除了剛剛的理論之外 我想是用這場戰爭作為一個切入 去講解這些概念是比較好一點的 所以每一堂都會加回這些概念 應用在戰爭的 和現實的政治 因為你在烏克蘭就看到所有發生 即是共同體怎樣建立的消解 即是有新納粹的壓束營 那就加面對燈灰 但你又會叫新日納粹在開蟲見 沒錯 所以就是一寫計名 那你亦都會見到烏克蘭的難民走去波蘭 那他們又會面對一個怎樣的情境呢 是 那情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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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 你講得很好 所有的我都不講 那情況就是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踴躍去報名 但是我們報名的時候 之前有些優惠 我下面會講的 今次會再加一個優惠 再加一個優惠 就是我有一本書出了 就是關於這裡的書的一部分 就是講權的 因為那些十幾本書 這本是唯一一本寫好了 所以如果大家是看的話 報名的話會送一本電子書 會送一本關於這個系列的一本 唯一完成的一本書的電子書 其他的因為一直在寫 因為口講就容易 你到寫一遍書就很難了 那也有書大家會容易把握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這個課程 畢竟生於亂世 我想五年前說的話就很笨 但是到今時今日 你都可以肯定地說 亂世是coming的 只不過大家生活得好 一定差一點 好 希望課程都會令大家得著 好,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 應該參加 支持我 支持周顯,支持楊宇 拜拜 已經任何人 都不介意 我們來看 戒指 已經在發展 在他們裡 發展 為例 社會 是的 是